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 为了贯彻落实板门店宣言 军事领域旅行协议 韩朝军队已经从今天零点开始 停止双方在地面海上空中的一切敌对行动 韩军事封闭了东西部海域缓冲区舰载炮和海岸炮的炮口 以及岩平岛白领岛的海岸炮阵地 并且向国内外通告了禁飞区 并且也调整了韩美空军训练空域 韩方海重新修订了相关规定 强化了对前方派驻部队人员的教育培训 以防韩朝偶发性军事冲突